哈喽YouTubeers 我是克里斯汀 鰻鱼饭要好吃绝对不只是吃酱 而是要似酱非酱 让调味服务于食材 这次就要借由鰻鱼饭之神 金本尖次郎的故事 让大家深入了解这个老人小孩都喜爱的料理 近代江湖前料理有三大泰斗 寿司之神 天妇罗之神 跟今天压轴要介绍的鰻鱼饭之神 鰻鱼饭之神金本尖次郎 同样也是一名一生玄命的终身职人 现年94岁的金本尖次郎 与寿司之神小野二郎这两个同辈的料理人 尽管一生没有太多交集 但两人都是为了自己的料理 付出一辈子的神级人物 不过这两个人的出生却有很大的不同 相较于成年以后独自到东京打拼的小野二郎 金本尖次郎本身就是鰻鱼饭料理店世家出生 他们家的餐厅也正是一路从德川家康时代 就成立至今的野田岩 如今已经成立超过200年 金本尖次郎虽然不是说含着金汤池出生 但从呱呱坠地就开始与鰻鱼为伍 五岁时金本尖次郎就被父亲金本圣次郎抓着去买鰻鱼 仔细传授挑选鰻鱼的技巧 从小就是被当作第五代接班人的方向栽培 从买鱼切鱼到最后传授整间店 仅次生命重要的秘传酱汁都慢慢上手 直到金本尖次郎30岁时正式接班 成为野田岩第五代掌门人 在十岁以前就开始工作 到如今将近百岁 金本尖次郎已经把将近90年的光阴献给了野田岩 他的手艺也被料理界公认是最能代表 关东流的正宗做法 在日本蒲烧满主要被分为关东关西两派 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关东派会把鰻鱼先烤后蒸 刷了酱以后再烤 特点是入口即化油脂风鱼 关西派则是直接碳烤 烤到表皮酥脆浓郁肉脂紧实 但对于流派的问题金本尖次郎反而不愿意正面回答 哪有什么流派不过是按照传统江户前的做法做罢了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胡烧满一共有五个步骤 杀满时 鰻鱼从被剖开 取下大骨以后切成段 用竹串把鰻串起来 三是速烧 不沾酱 把鰻鱼烤至脂肪流出 歇为上色 这个步骤用意在提鲜 去腥 让蒸笼蒸至全熟 时间大约一个小时 让多余油脂流出 让鰻鱼肉变得无比软嫩 最后一步是把鰻鱼浸泡酱汁 以绝部烤焦的准则 上炭火重新烤香 一共要浸泡四次 直到香味扑鼻 讲到酱汁 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以超越的壁垒 但也是其他店无法模仿的关键 金本尖次郎说 野田盐的酱汁没有特别的调味 单纯只有味淋跟酱油 但在不断烧烤的过程中 鰻鱼的油脂会流入酱汁 让酱汁的味道越来越深邃 金本尖次郎说 为了要守护不断添入新酱汁的味道 就一定得用细致的技术 持续烧烤着品质良好的鰻鱼 美味的秘诀就在鰻鱼本身 所以其他店只要跟野田盐一样 坚持200年就能达到一样的成就 简单啦 每天金本早上四点起床 就到厨房切鱼一路工作到中午12点 他字述是凭借着自己的感性在烤鰻鱼 是火盆上的战斗 火的强弱 摆放位置 这些微妙之处是作为职人必须追求的 整套的野田盐体验会从日本油菜开始 随后附上招牌前菜 富含鰻鱼胶直的鰻丼丼 吹痰可破的鰻鱼果冻中也藏有了些许鰻肉块 用柚子醋调味 酸鲜开胃 之后会用特制的器皿 将一片干净 纯味的白烧蛮送上 附上海盐 酱油 山葵 让客人随喜好搭配 可以好好品尝鰻鱼的本味 随着咸菜 鰻鱼干清汤与茶碗蒸一起登场的重头戏 蛮重 完美的香Q日本米淋上酱汁以后 放上精心准备的鰻鱼 盖上特制印有店家名字的盖子以后登场 享用完主餐以后 会以精致的日本水果结尾 整份体验16000元日币 大概是台币3700元 回到品质的把关 最关键的当然还是在鰻鱼本身 日本具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 但再怎么富饶 也会有被人类烂捕枯竭的一天 野生的鰻鱼在近20年 因为烂捕的问题产量锐减 金本尖次郎曾经一度因为坚持使用 野生鰻鱼而拒绝开店 但最后意识到必须要有所作为 他亲自出马 找寻到了使用南阿尔卑斯山水源的养殖业者合作 重现了接近野生鰻鱼的养殖环境 如今在野田岩 4到11月时 还是能吃到野生鰻鱼 休于其则是全数供应优质的养殖鰻 两者之间的价格也是有差异 养殖是定价 野生是实价 除了维系传统 金本尖次郎也讲究温故之心 热爱法国文化的他 就推出了把白烧鰻鱼搭配鱼子酱 配白葡萄酒的方式一起享用 但多数人到店里都还是会选择最传统 经典的鰻鱼饗宴 一辈子对料理的坚持 让他获得了米其林一心的荣誉 在东京除了本店以外 还有三间分店 另外他也在巴黎 罗浮宫附近 开设了海外唯一一间分店 如今底下超过百名员工 也培养出无数年轻一辈的鰻鱼饭师傅 在这几年遭逢疫情 金本尖次郎就很有底气的 告诉底下员工 就算三年一毛不赚 也不会让大家少拿一毛钱 这种底气跟气势真的令人敬佩 而且金本尖次郎他也过得相当节俭 到现在都住在餐厅楼上 一生与鰻鱼为伍 从德川家康幕府时代 穿梭古今200年 写在菜单前沿宗旨 彻底坚守食材 不遗余力的投入时间和精力 一年四季都能享用到美味的鰻鱼 再次印证了我认为美味的料理 真的是建构在对于繁琐事物的长期坚持 努力不懈的精神 一砖一瓦的建构了旁人无法快速效仿的成就 美味没有捷径 也没有真正的秘诀 保持简单 尊重传统 这就是鰻鱼之神的料理之道 我是可以思丁 喜欢我介绍厨师的影片 请按赞分享订阅频道 如果想听到我介绍哪位料理职人的故事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囉 掰掰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